金英杰新学习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单元 牙髓病和根肩周病这部分内容 我们说牙髓病和根肩周病这部分内容 在儿牙的过程中我们说乳牙的牙髓病和根肩周病 还有后面一部分什么呀 年轻横牙的牙髓病和根肩周病 首先我们看的是乳牙的牙髓病和根肩周病 我们看它的特点包括第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疼痛 疼痛的过程中我们说它的牙髓疾病中包括牙髓充血 极性牙髓炎 慢性牙髓炎和极性的什么呀 根肩周炎包括这些 我们说正常的牙髓充血 极慢性牙髓炎属于牙髓病的范畴之类 到根肩炎的时候就到了什么呀 到根肩周病的一个范围 所以整个这部分内容来说 我们说它的基础仍然是我们反复说的什么呀 牙体牙髓 牙髓充血无非就我们叫什么呀 一过性敏感 就冷热刺激的时候疼 刺激去除之后怎么样 反而就不疼了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极性牙髓炎我们叫什么呀 反复性说的这么冷热刺激疼痛 夜间疼痛 疼痛不能定位 往往一般的我们叫什么呀 疼痛不能又出现什么呀 自发性疼痛 而慢性牙髓炎有极性牙髓炎病史 现在出现什么呀 可能是有点扣痛 或者慢性闭锁性 慢性增生性 或者慢性什么呀 溃养型的这种牙髓炎 而后面到了根肩炎的时候 我们说根肩炎跟牙髓炎的直线性的界限 就是它牙髓活力可能什么呀 已经丧失了 牙髓炎已经坏死了 而到根肩炎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出现什么呀 咬和疼痛 炎症跑到根肩去了吗 再有咀嚼疼痛 患而能够明显指出 换牙的部位 所以好多时候临床的时候 多数病人什么呀 根肩炎的时候来的多一点 孩子说不行这牙疼 一咬东西就疼 多数都是根肩炎 我们看第二个特征性特点 就是肿胀 从肿胀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它是一个 根肩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些孩子来的时候说 不行 我这个嘴里有一个牙 不敢咬 不敢咬的时候 还肿的厉害 肿胀的厉害 往我们一吞的时候 都会有膿 很明显的口内的特点 是换牙附近有漏管 漏管多数发生在部位 在什么呀 在根肤旗 所以大家把根肤旗 这个部位 大家尽可能要记住 因为根肤旗这块 多数情况下 是我们什么呀 漏管常见的部位 漏管常见的部位 也可能出现的什么呀 两侧的这种 夹蛇侧的这种 黏膜处 也可以经过这种 正常的我们叫什么呀 这种银缝排龙 但是多数情况下 在什么呀 根肤旗的地方 往往原因是 他说什么呀 多根牙 年轻横牙 在某一个时期 双根管的牙 牙碎已经坏死 而其他根管内 仍然是活髓 和残留的活髓 这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特点 我们注意 很大程度上 临床中有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牙 说这牙明显 已经扣痛明显了 扣痛明显 探一个根管 也没有探痛 当探到另一个根管 病人 疼一下 我们注意点 像年轻横牙 可能出现这种 残驴的活髓 所以很大程度来说 教科书上 永远是教科书 临床中 他有一些情况 就是什么呀 这种残髓的存在 而口外来说 我们说 和面部蜂蜂之炎 局部里面 脚肿大 当正常根肩有脓肿的时候 在口内是口内 往口外一旦一感染 脸肿起来的时候 多数会扮有什么呀 和面部的蜂蜂之炎 第三个就是 扣痛和松动 第一个我们叫疼痛 第二个叫肿胀 肿胀往往什么呀 肿胀特征 带根分岔的地方 后面的扣痛和松动 我们说乳牙的牙随眼 牙随坏死 往往感染影响到 根肩组织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呀 牙齿的松动和扣痛 这就是它的 基本的三大症状 我们看它的扣痛 往往用力要轻 使用金属器械时 采用垂直扣 根肩的情况 再用侧方够扣什么呀 扣牙周 这个东西没什么太特殊的 因为我们牙体牙随 反复性的讲 当乳牙处于生理性 根吸收的过程中 大部分吸收的时候 也可以导致松动 但是乳牙的牙根什么呀 牙根上或稳定期 出现松动 得多数处于什么呀 根肩炎和牙草 有种种有关 所以它分两个时期 如果这牙不该替换的时候 牙根还分稳健的时候 松动的时候 多数是根肩炎 或者什么呀 牙草种种 为了明确诊断 应该对策的同名牙 进行对比 因为我们替换的时候什么呀 都是左右同时替换 同时替换 往往是前后时间 都是间隔不长 再有X线 排除根肩病变的 以免误诊 所以有的时候 乳牙替换的时候松 跟正常情况下 它根肩炎松的时候 我们需要拍片 再有做什么呀 左右见换测的一个对比 第四个我们说 牙髓活力测试 牙髓活力测试 主要测试牙髓情况 包括它一春 正常一过性敏感的 就是谁呀 我们叫牙髓充血 而正常的 我们说比较敏感的情况下 是进行牙髓炎 持缓痛的时候 慢性牙髓炎 一般的包括 温度测试和电测试 牙髓敏感测定 结果可作为什么呀 参考 还要结合一些什么呀 临床的综合评判 X线主要测什么呀 根肩的问题 看根肩的问题 它是一项重要的 检查方法 它主要对什么呀 根肩病的治疗 诊断效果 往往是比较明显的 牙髓病一般 急性牙髓炎 慢性牙髓炎 根本都看不出来 因为牙髓中 它没有任何的 硬组织改变 只有软组织改变 我们看第二个 乳牙的这种牙髓病 乳牙的牙髓病的 临床表现 从表现特点中 我们说乳牙牙髓病 包括牙髓炎症 牙髓坏死和牙髓变性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牙髓炎症中 多数由于什么病引起的 我们说所有的牙髓病 不管是乳牙还是横牙 都是有什么叫 取病引起的 往往取病的并发症 除了取原性感染外 外伤也可以引起 包括一些正常的外伤漏髓 也可以引起什么呀 这种牙髓病 而乳牙的牙髓病 临床特征并不明显 以慢性炎症为主 临床上往往见着深的取动 去腹腻之之后 发现就漏髓 因为诊断了什么呀 慢性牙髓炎 所以临床人就问你说 小孩来的时候 往小孩都没有什么 急性牙髓炎的时候 一般的都是有一个 深取深觉 孩子说不行 咬东西疼 咬东西疼 你发现去去的腹 之后发现已经漏髓了 去腹漏髓 没去静的时候就漏了 诊断什么牙髓炎 慢性牙髓炎 往往没有疼痛 不能说明牙髓 没有感染 一定要结合临床 综合判断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往往有的时候 乳牙这种疼痛来判断 什么自发性疼痛 老是刺激疼痛的时候 往往不足以判断它的情况 如果去腹的过程中 已经漏髓了 肯定就是什么呀 慢性牙髓炎 我们看正常的乳牙 正常的牙髓的一个治疗技术 乳牙的牙髓治疗技术 第一个包括这种钙髓 钙髓我们无非包括 直接钙髓和间接钙髓 包括这两种 钙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呀 保护这种牙髓 它的主要用的东西 就是首选用什么呀 轻往下钙 这是反复考的一个 不管是横牙还是乳牙 只要钙髓都用什么呀 轻往下钙 所以乳牙跟横牙 没什么大差别 我们重点看它的适应征 适应征是往往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看看间接钙髓 间接钙髓是漏髓还是没漏 只要叫间接钙髓 肯定就是没漏髓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而直接钙髓就是什么呀 漏髓了 没有漏髓 我们申取禁髓的时候 或者外伤 灌折的时候 没有明显漏髓了 没有牙髓炎症状的换牙 可以做这种间接钙髓 而直接钙髓 我们注意 因取漏髓的不能做钙髓 应该做什么呀 牙髓切断术 因为因取漏髓的 正常已经取块进入了髓腔了 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灌髓切除除 牙髓切除除 而被动时意外穿髓 我们注意 乳牙要求的大小是多少 一个毫米 而横牙我们反复性讲 需要多少 0.5 被动意外穿髓0.5 或者外伤漏髓0.5 外伤漏髓 小的小于0.5 也是什么呀 一个横牙 而乳牙多数什么呀 一个毫米 漏髓小的时候 多数没有细菌进入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呀 直接钙髓 钙髓剂就是用氢氧化钙 它的主要方法 就是正常情况 把钙髓剂盖在这种补上 一般的钙髓剂放多长时间 4到6周 4到6周 再进行这种常规的这种治疗 我们看第二个牙髓切断术 仍然记的东西是什么呀 适应针 它包括这种氢化钙切断 还有FC切断 FC切断 这些用什么东西 你只要了解 说正常氢化钙可以 FC也可以 它主要用于什么呀 叫伸取漏髓 你记住一点 只要伸取漏髓了 这个东西证明细菌就怎么进去了 吸引进去部分灌髓 而前压外伤漏髓比较大 漏髓在小的时候可以做直接盖髓 漏髓大的时候还能做吗 做不了 但是漏髓大 必须要是新鲜的牙髓 如果这些漏髓大了 说四天前的漏髓 你别想了 只能做什么呀 牙髓摘出树 所以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知道新鲜的外伤漏髓 比较大的 常规的情况下 我们注意点 氢化钙一般的 把灌髓给它切掉之后 盖多少毫米 一个毫米 所以临床中我们说 做氢化钙盖底的时候 也是一个毫米 而做正常的FC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说交由 沃尔泉和1比5的FC的球 放到牙髓断面 使之正常接触2到3分钟 断面覆盖着 一毫米 一毫米的什么呀 FC FC 胡迹 胡迹啊 你记住一点 他们都是放胡迹 一个是FC断髓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氢化钙 一个是氢化钙 后面我们看步骤 就是菊麻 被动 切除灌髓 止血 钙髓 还有冲天 而这个所有的步骤中 不管是钙髓还是切髓 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呀 往往是五菌操作 因为五菌操作 是他们成功的一个 核心性关键因素 往往近期症 我们看牙根吸收 达到1分之1时 不易做灌髓 一般达到1分之1时 我们考虑什么呀 这牙就不要了 就准备拔掉了 再有断髓后出血暗红 一旦是暗红色 这个也是一个核心性特别 暗红色证明 血还是新鲜的吗 不是新鲜 不是新鲜 灌髓证明 灌髓留不住 跟髓也没细了 不易止住的 暗红色不易止住的 再有我们说 化农现象时 应该改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近些年来 我们是要发现 FC有半抗原作用 这也是临床中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封FC的原因 不封FC FC有时候封完之后 它会导致什么呀 患牙的剧烈性疼痛 风声就疼 这叫半抗原作用 半抗原作用往往什么呀 它的特殊性特点 往往引起什么呀 就所谓的过敏 所谓的过敏 所以应用FC导致了一定的什么呀 争议性 而注意事项 牙髓切断术后 定期复杂 炎症反应时 或是扣动时 改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所以正常的 我们说灌髓切断术的时候 只是为了保存什么呀 保存根部的牙髓 如果保存没保存住 直接改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就行了 我们看第三个牙髓摘除术 牙髓摘除术 它的名字 其实就只应用于什么呀 牙髓炎 而正常的我们说 如果是根间炎的话 我们就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牙髓摘除术 主要将牙髓失活后 或者橘麻下 直接摆在什么呀 牙髓摘除 适应症主要是 炎症已经紧润到什么呀 根随 或者不易进行 牙髓切断术的 包括刚才一说 一切断术之后 暗红色的 不易止住的血 也需要做什么呀 牙髓摘除术 这个术前准备 没有什么太特殊 就跟我们横牙的 这是一样的 再有无非是探查根管的时候 不要探太深 避免底下损伤什么呀 横牙髓 从治疗步骤 是开髓接顶 摘除牙髓 冲天根管 冲天根管 特殊性的一点 我们说 后面讲乳牙的根管治疗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来冲 根管冲天糊剂 我们所有的乳牙 只能拿糊剂充 不能拿实质性的东西充 因为以后的牙 慢慢顶顶顶 它要顶什么呀 顶吸收了呢 顶吸收 我们还要横牙蒙出呢 看第四种治疗方法 干髓术 干髓术跟正常的 我们说 讲正常的牙体牙髓中 没有什么差别 牙体牙髓中 我们说 用药物 牙髓湿活后 切除灌髓 把灌木牙髓切掉 将多具甲醛的干髓剂 放到髓腔的表面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干髓剂 我们注意一点 特殊性的一个 牙髓湿活的过程中 我们说乳牙 禁用的牙髓湿活剂 是什么呀 牙伸酸 所谓的三氧化二参 这是不能用的 这是禁止使用的 这是考试反复考的一个东西 金属伸可以用 一般金属伸 我们说什么呀 五到七天 五到七天 而多具甲前一般的 我们说什么呀 一般的是两周 多具甲前临床用的会多一点 现在金属伸都用的不多 我们注意点 不要外溢 医到外边组织的时候 我们还得点植剂什么呀 产生中和 肝随树 牙经常出现这种 牙根早吸收 临床应慎用 但是乳牙一般的 我们不怕早吸收 不怕早吸收 所以乳牙有时候选择干食 但是如果能做根管 尽可能做什么呀 乳牙的根肩周病的特点和治疗 我们说乳牙的根肩周病 主要也是取病导致了什么呀 取病导致牙髓病 牙髓感染进一步 往根肩扩散的时候 就达到了根肩病 再有一些 它牙齿外伤 以及我们说什么 在治疗过程中 这种药物刺激 从而导致了什么呀 根肩周组织了一个损伤 这就叫根肩周病 根肩周病 根肩周病的特点 我们说乳牙的根肩周病 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症状并不明显 随着再往后的一步发展的时候 它出现了什么呀 逐渐的静导 它出现急性发作 急性发作的时候 往往什么呀 患者疼了 我们注意它的疼痛 一般的牙齿出现松动和扣痛 局部出现什么呀 面部的肿胀 而我们说它的肿胀区 局部肿胀区主要在哪 跟分岔处 所以刚才我们说 肿胀的主要发生部位在哪 在跟分岔 急局在根肩部的农业 可言阻力小的部位排出 使牙阴出现漏管 反复易农 而急性期漏管出现以后 就逐渐转化成为什么呀 慢性期 而乳牙的这种 牙周组织比较疏松 农业很容易从银沟排出 家居种乳牙松动 而X线一看的时候 多数件跟分岔和正常的什么呀 根肩部有这种低密度的影像 再有我们说是诊断 根肩周病和急性什么呀 发作期的重要指针 所以人家说 想诊断根肩病必须要干嘛呀 X线片嘛 X线片一看低密度影像 好了直接就可以诊断了 我们注意一个特殊性的点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在根肩病的特殊特点中 我们要注意牙囊的骨壁和横牙培 是否受损 往往一旦你损伤 正常的横牙培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牙怎么样 拔掉 就不要乳牙了 我们要保护什么呀 保护横牙 保护横牙啊 我们看第二个 乳牙的根肩病的一个治疗 乳牙根肩病没什么太特殊的 往往一般我们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但后期就是无非的疼痛肿胀 怎么办啊 拍个X线片 乳牙的急性根肩周炎 急性根肩周炎跟正常的横牙一样 它也是不敢咬合疼痛 它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什么呀 建立随腔引流 一开随 农业往外一流 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清除随腔根管内的坏死物质 开放随腔 从而使渗出物和农业 从根管流出 缓解根肩部的压力 往往开随引流时 它叫什么呀 应急处理 第二个方向来说 如果有农局部有波动感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欺开引流 所以有人说 这个东西跟牙体牙髓重奖一样 百分之百一样 应急就是开随引流 再有农者就切开引流 给予抗生素和全身治疗 这个往往什么呀 我们说应急治疗 也是一个 包括局部和全身 局部开随切开 而全身就是什么呀 应用抗生素 应用抗生素 第二个根管治疗术 我们说在活髓里边 我们叫牙髓摘除术 而在死髓的过程中 我们叫什么呀 根管治疗术 根管治疗术这块内容 是通过根管预备和药物消毒的方法 去除根肩部的不良刺激 可以用这种吸收性的根管 充填材料什么呀 进行根管充填 后边的适应针 我们看牙髓坏死 根肩周炎 以及保留 有这样的什么呀 乳牙 刚才我们说 如果影响横牙培了 情况怎么办 直接拔掉 直接拔掉 大概看看步骤 考试没有考步骤 因为它跟横牙没有什么差别 制背动型 拔随阔管 根管消毒 再有什么呀 根管充填 根管充填 唯一特殊性考试会考的 它跟横牙的差别度是什么呀 就是它充填的是什么呀 弧计 往往一般我们说 Vetapax 直接打入到什么呀 根管里边 或者什么呀 我们正常的放点点访 放点什么呀 丁香油 放点什么呀 氧化芯 给它调一调之后 给它什么呀 逐渐倒进去 拿螺旋输出器往里一倒 倒进去就可以了 再有注入到根管之后 垫底常规充填 往往一般的 如果炎症未能消除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等到炎症消除后 再进行根管充填 这个跟横牙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块 大家不用特殊性的计 不用特殊性的计 我们看注意事项 一般的 用可吸收这种充填弧剂 注意治疗不损伤横牙培 这是两个核心因素 所以考试只会考这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呀 用什么充填 可吸收的弧剂 第二点 我们说在治疗过程中 避免损伤什么呀 横牙培 所以术前应该拍一个RX线片 看看牙根吸收情况 如果吸收已经明显超过二分之一了 我们这还治不治 我们就不治了 根管预备时勿将器械 超出根间孔 避免损伤什么呀 横牙培 再有乳牙应该采用可吸收的 不影响替换的材料 包括这种丁香油虎记 点纺虎记 避免这种牙银漏唇 深骚瓜 注意横牙培 所以整个总结这两句话 就是什么呀 可吸收充填 再什么呀 避免损伤横牙培 这底下背不背 不用背 我们注意有两个总结 但底下第一遍 我们会带着大家怎么样 看一遍 你说哦是这么回事 好吧就足够了 我们看第四节 年轻横牙的牙随病和根肩周病 我们说年轻横牙 我们为什么在儿牙里边讲 儿牙里边年轻横牙的 基本性概念 就是根肩孔没有什么呀 没有闭合 根肩孔没有闭合 根肩孔这块位置 就是牙蚁乳头 牙蚁头和周围的牙囊 没有完全形成了 根肩周围的组织 所以我们说 年轻横牙最大限度的 保留什么呀 牙蚁乳头这个位置 保留牙蚁乳头位置 促进谁的生长 根肩的生长 根肩的生长 年轻横牙 牙随病和根肩周病的 临床特点 我们说第一个 年轻横牙的牙随炎 多有取病引起 我们说没有什么 牙随炎不是取病引起 年轻横牙乳牙 以及横牙都是 牙取病引起 且牙随的炎症 为慢性炎症为主 我们注意点 它为慢性炎症的特点 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年轻横牙 抵抗能力怎么样 根肩孔粗大 根管也粗 抵抗能力也强 当正常有一个 取动的时候 它往往什么呀 以增生性的因言为多 第二个 我们看年轻横牙的根肩孔 多是牙随炎症 坏死的激发病变 激发病变 它的根肩周病 多是由于牙随炎 或者牙随坏死的 之后激发到根肩的 由于年轻横牙的牙随组织 根肩组织疏松 血运丰富 容易扩散 如果治疗及时的时候 往往也容易什么呀 控制和恢复 因为它根肩孔 这块往往什么呀 血运比较丰富 它感染一方面容易扩散 再一方面治疗及时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拿到什么呀 恢复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临床特点 所以对你来说理解的时候 你知道 说年轻横牙取病来得多 第二个 年轻横牙什么特点 它说牙随炎和根肩炎 根肩炎多数有什么呀 牙随炎来得多 再有一点什么呀 我们说根肩孔比较粗大 炎症容易扩散 也容易什么呀 愈合 因为它血运比较丰富 再往后边我们看 年轻横牙的牙随病 和根肩病的一个治疗 我们重点看什么呀 看适应征 适应征对我们来说 是最关键的 我们看年轻横牙萌出后 牙根继续发育 有赖于牙随的作用 因为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要依赖于是什么东西 这块的牙乳头 以及周围的牙囊 而根肩孔的形成 有赖于什么呀 这种牙随这块的牙乳头的形成 我们注意治疗的原则 尽可能保留什么呀 生活的牙随 如果正常的把牙随保住之后 牙随就能促进什么呀 根肩孔的形成 在萌出后三到五年 才能发育完成 所以考试有两点 一般我们说 正常的牙齿需要多少年 才能根肩孔发育完成 三到五年 而我们在替换之前 一般我们说四到五年的时候 四到五年的时候 一般的牙根开始有什么呀 进行吸收 进行吸收 所以它们年头差不多 需要三到五年长好 一般在替之前 乳牙在替之前需要什么呀 往往需要什么呀 需要三到五年 什么呀 才能开始想吸收 一点点慢慢的吸收 慢慢的吸收啊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根肩幼岛成形术 根肩幼岛成形术 我们首先来说 如果一个横牙的一个取坏 取坏最早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做什么呀 能盖随盖随 盖随盖不了 说取坏因取漏随了 做灌随切除术 保留根部牙随 如果根部牙随 仍然保留不了的情况下 我们才做什么呀 根肩幼岛成形 所以首选是 间接盖随 不行了直接盖 已经漏灌部随了 也不行了 不能保留了 这个牙随 灌部牙随 我们把它灌随什么呀 切除术 这在封上清化钙 如果正常情况下 根随已经感染了 情况下 我们做的手术叫什么呀 根肩幼岛成形术 根肩幼岛成形术的概念 什么呀 把根肩部的牙随 全部取出去 取出去之后 我们开始放上 放上我们什么呀 正常情况下 来盖随剂 盖随剂 盖随剂之后 我们把清化钙 倒进去之后 做根肩幼岛成形术 所以整个来说 它的过程是这样的 最先期的什么呀 做盖随 盖随的时候 没漏随的时候 做间接盖随 漏随以后做什么呀 直接盖随 仍然是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 或者外伤漏随 很小的时候 我们做盖随 用的东西 就是清化钙 不是剂 而常规情况下 步骤 跟之前的乳牙 是一样的 乳牙是一样 把它去干净之后 放上之后 再冲田上 冲田这一般的 我们说常规六到八周 六到八周 之后再观察下一次 你注意一点就是 没漏随的时候 叫间接盖随 漏随以后 叫直接盖随 它的毫米数是什么呀 一个毫米 而横牙只有多少 0.5 而后面我们看 灌随切除数 灌随切除数 只适用于什么呀 阴取漏随的 或者什么呀 外伤漏随 穿随孔比较大的 时间比较短的 新鲜的 我们把灌随切掉 切掉部分灌随以后 放上什么呀 氢化钙之机 保留跟随 第三种情况 他说根接又到成型术 说牙随不但灌随有问题 跟随怎么样 也有问题了 一旦波及到跟随之后 把牙随全部弄出去 导入什么呼吸 氢化钙呼吸 有人说氢化钙 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们说整个的耳牙里边 强调最多的一个东西 就是氢化钙 就是氢化钙 我们看正常的治疗阶段 分为两个阶段 一般我们做根接又导的时候 第一阶段肯定要根接又导 把根接孔怎么样 闭住 闭住以后 我们下一步仍然改做什么治疗 根管治疗 所以第一阶段就消除感染 和根接部病变 诱导牙根的发育 使根接孔闭合住 第二部分 我们说根接孔一旦闭合住之后 我们改做什么治疗 改做根管治疗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间隔多长时间 间隔六到两年左右 因为它需要反复性的换药 把正常的氢化钙弧剂 弄出来换 弄出来换 这是一个需要反复换药的一个过程 需要反复换药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第二个 看治疗步骤 常规的麻醉被动 应避免损伤牙乳头 因为我们在拔髓的过程中 避免把牙乳头给损害 损害牙乳头之后 再根接孔再也形成不了了 而在根管预备过程中 也不要把坏死物质 冲出根接孔 或者什么呀 刺激到根接的这种根接的组 根管消毒 根管消毒之后 我们什么呀 药物诱导 药物往往什么呀 根管内无肾出的时候 我们在导入什么呀 根接诱导剂 根接诱导剂 首选的一般我们就叫什么呀 气氧化钙护剂 我们注意一点 当导入以后 我们注意密切观察 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三到六个月复查一次 三到六个月复查一次之后 我们说复查时注意 有没有什么呀 这种临床症状 常规情况下 拍一个线片观察 根接部 根接部一旦形成根接孔以后 我们进行下一步 一般我们说下一步是什么 六个月到两年以后 观察以后才能进行 第二步的进行 直到根接孔完全闭合 常规进行根管治疗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 延续的过程 所以你说 正常一个年轻横牙 我们理解起来就是什么 正常没漏碎的时候 做渐渐盖碎 漏碎是一个毫米以内的 一个毫米以内 或者外伤比较小的时候 直接盖碎 说盖不住碎了 已经有取换进去了 或者是外伤漏随比较大了 做灌随切除 灌随切除不行的情况下 做什么呀 根接诱导 根接要的反复性的 换药换药换药 换药来之后 根接孔闭合以后 做根管治疗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我们看注意事项 第一个彻底清除 根管内的什么呀 感染的组织 必须把感染组织 完全清除之后 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 去除根管内的牙随时 避免将推出根接孔 因为根接孔外边 就是什么呀 牙乳酮 常规根管治疗的时机 这个是要求大家 反复性背的一个东西 我们当X线 发现根接周并变愈合了 必须要没有根接周并变 再有牙根继续发育成型 根管内探查到什么呀 钙化物 所以几个标准 第一方面 X线没有根接周并变了 再有什么呀 根接孔完全成型了 或者你说 我没有发现根接孔成型 但是我探的过程中 有底了 根接部有钙化物了 有钙化物的时候 我就可以进行什么呀 这种充填了 但是我们说横牙冲前 是用弧迹冲 还是用牙胶尖冲 还是正常我们的牙胶冲 常规情况 我们是用牙胶冲 不允许用弧迹了 因为横牙 它就没有在什么呀 替换的可能性 我们看后面 根接诱导成型术 疗效和效果 不仅取决于牙髓 和根接病变的程度 也取决于牙根的发育程度 和患者的健康状况 所以一般的牙根发育程度 越靠后 根接诱导成型的机会越大 比如说刚长出来 再诱导往往效果都不好 效果都不好 根接诱导成型术的原理 是根根孔尚未发育完成 我们要促进什么呀 促进正常的牙乳头 牙乳头让它继续的分裂增殖 产生周围的什么呀 所谓我们说的什么呀 继续生长 形成我们的什么呀 根部的牙本质 根部的牙本质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保护的东西是谁呀 保护牙乳头 就根肩部的这些什么呀 生活的牙髓 就是所谓活的牙髓 所谓牙乳头这个结构 这是我们一个根肩诱导成型术的 一个核心性的东西 我们看几个题 乳牙一换取的因素中 不正确的是 他说正常的口腔的字节 清洁作用差 清洁作用差 这个东西乳牙容易换取 确实容易换取 因为小孩刷牙刷不好 第二个饮食 作为软质饮食 这个是对的 乳牙的幼质牙本质薄 抗酸能力强 我们注意它薄之后 矿化程度低 抗酸能力强还是弱 肯定是弱 牙颈部明显的塑窄 塑窄的地方容易食物什么样 堆积 拟牙之间的面的接触 往往也容易什么样 就用食物残留 食物残留 所以很明显 它的答案只能是谁 只能是C 我们看年轻恒牙的 活髓切断术的目的 年轻恒牙活髓切断术目的 主要保留什么呀 跟随 主要是保留跟随 我们看保存换牙 根本没有功能 避免根肩部发生 没有 主要保存谁 保存活髓 促进根肩孔 闭合 减少就准次数跟这个 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种题 我们建议大家 从这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做题的时候建议 直接看答案 你能理解就可以了 别的东西没有影响项 反而你要把这几个 都分析一遍 反而会导致你越分析越论 越分析越论 当你记住答案之后 以后人家就问你 为什么切活髓 因为你说保护跟随 让保持跟随的活力 从而促进根肩孔 闭合 这种题 尽可能性的不分析 没有分析的余力 我们看后面 乳牙的牙髓 及根肩周病变中 不易使用的药物 我们注意点 正常的乳牙 我们反复性的强调 说次力酸大可不可以用 没说 三氧化身是什么样 施活剂 施活剂 我们说它禁用于什么样 乳牙 双手可以 目榴油可以 张老分可以 所以最后答案只能是谁 只能是B 这个题是反复考过的一道题 反复考过的一道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